傳統的勢力範圍就是黑海之內 大家似乎都是在各自 秀各自的肌肉跟拳頭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這一段影片 俄羅斯國防部證實 搭載巡弋飛彈的美軍 伯克級驅逐艦波特號 10月30號進入黑海水域 全程受到俄國黑海艦隊監控 美國第六艦隊也證實 這是波特號的例行巡航 波特號在這之前 才在愛琴海和北約海軍 進行兩天的聯合軍演 經過黑海的時機似乎格外敏感 人在羅馬參加G20峰會的 俄國外交部長拉布羅夫則表示 俄國已準備好應對任何威脅 確保黑海地區的安全 同時也批停北約 準備在羅馬尼亞或保加利亞 建設新的黑海沿岸基地 是不符合地區友好利益的行為 而俄國近期與北約 關係可說降到冰點 俄國10月中旬就因為北約 以間諜嫌疑驅逐8位俄國觀察員 而決定暫停所有與北約的外交活動 幾天後北約多國也達成共識 要在黑海和波羅的海反制俄國 面對黑海的戰略優勢 北約 俄國 誰也不讓誰 也讓這片海域的緊張局勢升溫 華視新聞 綜合報